注意眼前这个斯文败类 可不是在做舌尖上的美味 他正在举子里描绘 把自己妻子碎了又碎 其过程不止详细 而且还很变态 态中态 好好的一整个妻子 为什么切成几大袋 这里一袋 那里一袋 好好的一对两夫妻 为什么有身仇大恨 非得碎了才能解恨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当年震惊全国的杀鸡焚尸案 白天不懂黑的夜 袁宗陪你看世界 时间2013年10月3日下午2点 地点贵州遵义室童子县 别人是吓一下便年少 而30岁的王大姐 却被吓成了王老太 什么东西这么恐怖 原来王老太在自家地里烧杂草时 发现石板下的蛇皮带 打开一看 原来是个骷髅干 由于从小兽的是 捡到东西 要充公的教育 自家地里发现一颗人头 王老太也不敢据为己有 于是只能报了警 童子县警方接警后 对现场进行了详细勘查 在一堆杂物中 精心挑出了人体颈椎骨 手指骨 脚掌骨 然而尸体并不完整 另外还找到一个女士发姑 法医鉴定 人骨有多处踢砍痕迹 如果是自杀的话 不会这么残忍 所以警方将本案定为 一起性质恶劣的杀人 分尸抛尸案 鉴于案情重大 警方立刻成立专案组 立案侦察 大案粉都知道 破案第一步 确认试员 然而线索实在是太少了 人骨 女士发姑 一根蛇皮带 除此之外 再无其他 民警先送了一些白骨样本 到北京进行技术鉴定 然后开始调查发姑和蛇皮带 与此同时 在童子全县吉州边县 发送协查函 排查近几年的失踪人员 很快 就收集了几百份失踪人员 亲属的DNA样本 法医通过对人头的检验 发现死者有一个明显特征 那就是一颗褒牙 经大量走访 楼山关镇红花村 有一个失踪的金莲姐姐 长有一颗褒牙 然后通过进一步的走访 了解到那个红花园 有一个姓潘的女子 她也有一颗褒牙 正当民警顺着线索往下查时 发现潘姐姐正在云南卖吹饼 人活得好好的 后来发现这个姓潘的女子 她并不是这个被害者 她是在现在在云南岛 与此同时 负责调查发姑和蛇皮带的民警 也有了结果 他们发现那个女性发姑在 童子县附近的农村妇女都爱用她 蛇皮带的销售点也在童子县 综合这些信息 不难看出死者大概率就是本地人 另一边北京方面也传来了 人骨鉴定结果 确定死者是女性 年龄18往上 确定自己的女性 然后年龄在18到28岁之间 正当大家感到头疼时 之前被疑似是死者的潘姐姐 主动找到民警 她告诉警方 他们村除了她之外 还有另一个包衙妹 为什么说有一个包衙就是我呢 那个我们村民的那个叫曾庆芬 他也有那个包衙 这真是天降一条好消息 侦察员立刻对曾庆芬展开调查 据查 曾庆芬是童子县风水乡人 2012年与楼山关镇 红花村的杨河建姐为夫妇 但结婚仅十个月 她就离家出走了 并且是在无阴心 这不是六桥加一桥 很七桥吗 于是民警找到曾庆芬之母和亲哥了解情况 并顺手采集了他们的NBA样本 与死者的NBA一对比 结果显示 死者正是曾庆芬无疑 随后 侦察员对曾庆芬的社会关系展开调查 调查发现 原来曾庆芬算得上是包办婚姻 为了改善自家的生活条件 曾庆芬母亲便要求她嫁给条件较好的杨河建 并且还自作聪明的签了一条奇葩协议 那就是谁先离婚 谁赔钱 这这这 反正原宗没见过这种协议 你们呢 曾庆芬失踪以后 亲生母亲好像并不担心 心态稳如泰山 村民反应 这个杨河建就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主 成天无所事事 还喜欢生吃面粉 大家都知道 懒还好说一点 这生吃面粉就可恨了 在后的家底都吃得夸 而且还要被抓 所以这杨河建就经常伸手找曾庆芬要件 不给钱就是一顿毒打 很显然 这谁受得了 这桩婚姻就是标准的坟墓啊 侦察员还得知 杨河建婚后还经常采摘路边的椰花 一朵两朵三朵领回家 曾庆芬失踪一个月后 梁河建更是明目张胆的将一个16岁的野花领回了家 这曾庆芬的母亲知晓后 居然觉得是自己女儿不听话在先 所以说两家人都不保安 若不是王老太及时发现了尸体 恐怕曾庆芬就永远消失了 仿佛没有来过这个世上 与此同时 调查曾庆芬银行卡的民警发现了蹊跷 在那个12年之后的事情 那张银行卡的区块 基本上都是一百二百 这样很少很少的去 那在4月4号当年就一人取了5500元 之后他又被了一个卡丽身的取钱 他取了两千 但是没取到什么 就提示余奥不足嘛 就被取出来 他就看卡什么时候都不是不清楚 这明显取钱的是另有其人呢 在结合曾庆芬失踪 杨和剑的表现 民警得出结论 曾庆芬的丈夫杨和剑嫌疑重大 于是民警赶赴福建省福清市 将杨和剑活着 审讯中杨和剑对自己杀妻分尸的犯罪行为 供认不会 那这个杨和剑为何如此变态呢 杨和剑交代 他与妻子曾庆芬毫无感情可言 父母包办的婚姻 完全是在完成任务 两夫妻天天闹矛盾 还经常切磋无意 到后面发展成位 家里红旗要倒 家外采气飘飘 由于生吃面粉开支巨大 就时常找曾庆芬要钱 不给救他 曾庆芬没法子 就把怒火发泄到杨和健哥哥身上 也为他哥哥是个弱智 好对付 杨和健得知曾庆芬欺负自己哥哥 双方矛盾就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然而他们又有谁离谁赔钱的协议约束 导致两人谁都没有先提出离婚 直到2012年10月2日晚 杨和健再次伸手要钱 遭到曾庆芬果断拒绝后 杨和健突然发狂 用一根皮带将曾庆芬活活勒死 曾庆芬不在动态以后 害怕事情暴露的杨和健 干出了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 曾庆芬的尸体被其残忍的分装几个蛇皮带 扔到了不同的地点 一部分扔进自家粪坑内 另一部分扔进公路寒洞之内 要爱就好好爱 不爱请别伤害 冷血无情的家伙 跟畜生有什么分别 最终杨和健肯定是收获一颗花生米的结局 而曾庆芬的母亲得知女儿被残害之后 竟直接哭晕了过去 试问现在哭还有用吗 悲剧的根源在哪里 自己不清楚吗 晚安 晚安 马卡巴卡 晚安 元宝们